跟詹先生的互動應該都是很順暢 也很即時跟透明的 那很感謝詹先生是非常的這個支持 supportive 那我們可能每週都有定期的one on one 會就公司的方向 或是我這邊的營運面 看到想要找詹先生請教的議題來討論 那我們每週也有固定的這個策略會議 那也會一起來討論公司的一些發展跟策略方向 對那剛剛有提到這個跨境電商的部分 那目前就是王家有兩個服務 一個是比比昂的日本跨境電商 那另一個是泰國購物 那這兩個服務目前都是把日本跟泰國的一些商品 能夠同步帶進來給 介紹給台灣的消費者 對那我覺得在國外商品 然後有非常多好的商品 我們就希望能夠更多的介紹給消費者 也增加網家給消費者商品的一個差異性 那今年我們的目標的話 還是提高貨利或是我們營運上的變革 或以哪些面向為主呢 我們今年主要的目標就是希望是有感改變 走入日常 針對於消費者是能夠有感感受到我們的購物體驗跟商品的多樣性 跟價格上面跟促銷優惠活動 能夠更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那也希望能夠對供應商來說 能夠更容易的獲得一些數據 能跟我們更容易的來做生意 那走入日常的部分 會希望說我們在移動端 跟生活百貨的這個商品的品類的豐富度 我們能夠滿足讓網家的服務 不只Everyday Reliable 也能夠進入Everyday生活的需求